一个过气了32年的男艺人 居然趁着疫情居家隔离期间 靠着纯直播叫大家跳健身操爆红网络 他就是我们这一期的主角刘更宏 他是中国台湾的影视歌明星 出道比周杰伦还要早 周杰伦出道前得到过他的很多帮助 他给我衣服穿给我吃的 后来他落魄后 周杰伦就反过来帮助他 如今他爆火后 有次媒体打上标题说 过气的男明星刘更宏靠着一套健身操爆火 马上就有人回应说 他以前都没什么人气 哪来过气 是啊 出道32年 如今已经快50岁的他 终于尝到了爆红的滋味 那为何他会突然爆红呢 这可能跟他的两大贵人有关 那他的两大贵人是谁呢 网络上教人健身的博主一大堆 比他帅 比他年轻 比他有魅力的也多的是 为何他们就不爆火呢 想了解他走红的原因 那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期视频了 刘更宏 1972年10月7日出生于台湾省高雄市 1990年 18岁的刘更宏参演电视剧《家家福》 自此开始演艺生涯 刘更宏最开始是以演员的身份出道 但是演完第一部戏之后 久久没有片约 这个时候的他 也处于一个很迷茫的时期 这段时期长达7年 1990年到1997年之间 刘更宏一共只出演了三部戏 对于一个演员来说 这真的是相当低产了 到了1997年 刘更宏在事业上做出了调整 转战音乐圈 刘更宏和吴宗健 倪志强 钟云城组成台湾男生合唱团体 修比都华 同时担任综艺节目主持人 只是这个组合也不怎么活 到2001年 修比都华在发行第四章专辑 One of I后就宣布解散了 2005年 刘更宏参演周杰伦主演的电影 《头文字D》 在片中饰演帝王队队员 严成青刺 绰号扫把头 这应该也是内地观众 最熟悉他的一部作品了 其实他能出演这一部作品 完全是因为他的第一位贵人周杰伦 他能够在《头文字D》中出演 正是周杰伦帮他争取来的机会 其实在早期 他才是周杰伦的贵人 他们俩很早就认识了 了解周杰伦过去的人 应该都清楚 周杰伦那时候的经济条件 也很困难 当时的周杰伦还一度面临 吃不起饭 租不起房的尴尬境地 这时候刘更宏便出手帮助 经常喊周杰伦回家 然后借他住宿和洗澡 尽管事业发展一般 但是刘更宏已经出道 几年也小有名气 不仅带周杰伦去吃好吃的 还会将录音室留给他用 并且默默鼓励着 未来的周董 坚持做自己的音乐 你一定会红的 一次 刘更宏获得机会 向业内有名的前辈 引荐周杰伦 但是在发挥的时候 他因为紧张 没有达到最好的效果 周杰伦很爱面子扭头就走 但是刘更宏 却为了他低声恳求前辈 您能不能再给我朋友一次机会 拜托您了 这让周杰伦感动不已 我后来才知道 他们让我唱第二次的原因 是因为 跟我默默地去告诉工作人说 再给我一次机会 第二次呢 我就好好的唱 不是有机会发片 后来还给过周杰伦 提供过很多帮助 当然周杰伦也是一个 懂得感恩的人 周杰伦火了之后 也经常带着刘更宏演出 让他的妻子 在自己的MV里担任女主 还出钱给刘更宏发专辑 让他还清债务 刘更宏没有固定工作时 就请刘更宏来当自己的 私人健身教练 所以说周杰伦才是 第一个刘更宏男孩 当然在刘更宏的指导下 周杰伦最后也练出了八块腹肌 2007年 刘更宏正是和王婉妃结婚 而周杰伦正是他婚礼上的伴郎 他的妻子王婉妃 也是他生命中的第二位贵人 为何说王婉妃是他的贵人呢 因为他落魄时都理不到一块钱 连公交车都坐不起 即便如此 他的老婆王婉妃 依旧选择不离不弃 陪着吃苦二二年 期间和老鼠蟑螂一起住 咬紧牙根才等到了今天 其实王婉妃才是刘更宏这场翻红战的密码 她是最早也是真正的刘更宏女孩 王婉妃1978年出生于台湾省高雄市 她不但是一位全能艺人 还是一位一等一的大美女 1998年港督小姐第一名 1999年中华小姐第一名环球小姐第一名 2000年亚太小姐第三名 TVB国际华裔小姐 尽管当时的王婉妃 肤白貌美 还曾经被富商追求过 游艇直升飞机都送上了 但也没能打动她的心 2000年的一天 刘更宏和王婉妃在一档节目上相遇了 节目录制完毕后 刘更宏看到后台跟别人聊天的王婉妃 内心顿时就有了一种宿命般的感觉 用刘更宏的话来说就是 我看到她的第一眼 就感觉她是我未来的老婆 四年后刘更宏在温哥华的雪地里 第一次向王婉妃浪漫求婚 原本以为 后面两人会很快就修成正果 但没想到这次求婚 只是两人感情第二次考验的开始 求婚后的刘更宏不太愿意继续留在娱乐圈 于是就跟着女友 还有未来的准岳父 一起在大连做服装生意 等到真正入手服装生意后 刘更宏才发现 自己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料 她的服装生意 赔了又赔 最后不得不请好朋友出马 希望借此晚就危机 但哪怕周杰伦 蔡依林等人 都过来当她的服装模特 刘更宏最后依旧欠下千万债款 在刘更宏的记忆里 最困难的那段日子 她和女朋友舍不得坐公交车 为了省下一块钱 两人会手牵手走一个小时的路 面对这些焦头烂额的债务和杂事 刘更宏不得已 只能回去继续发展自己的唱片事业 那时的刘更宏就在心里默默发誓 不在台北混出个样子 她一定不会放弃 到了台北 刘更宏只好住在集体宿舍里 房间里除了泡面 还有蟑螂和老鼠 但即便是这样的环境 刘更宏依旧很珍惜 她几乎不顾白天黑夜的写歌 终于在2006年 刘更宏出了第一张个人唱片《彩虹天堂》 重新奠定了自己的偶像地位 在《彩虹天堂》里 她写道 两个人相守直到白发苍苍 自由地飞翔在灿烂的星光 找不到方向 往彩虹天堂 很多歌迷觉得歌词好感动 问她如何创作出这么感动的歌曲 刘更宏回答 因为身边就有一个这样的彩虹天堂 她就是女友王婉菲 同一阶段 周杰伦为了帮助好兄弟 还将自己的许多MV女主角 定了王婉菲出演 比如发如雪 东风破 夜曲等都留下了王婉菲的面孔 第一张唱片大卖之后 刘更宏告诉自己的老板 自己想要结婚了 结果万万没想到 老板直接反对 老板说 你现在是偶像 偶像怎么可以结婚 看到坚定想要结婚的刘更宏 老板甚至提出 如果真的要结婚 那就不用出第二张唱片了 意思是 事业和爱情 你只能选择一样 而刘更宏毫不犹豫地 选择了爱情 他说 我哪怕不要事业了 我也不想错过这个好姑娘 2007年 刘更宏在自己的演唱会上 第二次向女友王婉菲求婚 同年的10月份 两人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 周杰伦正式办忙 婚礼后 刘更宏除了晒工作 就是晒自己和老婆一起出行的照片 吃饭的时候晒 游玩的时候晒 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 她有个好太太 原本以为 刘更宏会和太太王婉菲 一直就这样幸福下去 但没想到 老天给他们的打击又来了 这一次的打击 对于夫妻俩而言 简直就是晴天霹雳 因为王婉菲在体检时 发现了子宫有七颗肌瘤 医生的判断是 很可能不孕 为了能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他们不断尝试了两年 而这两年让他们的不安和焦虑 也越积越深 直到最后两人都身心俱疲 这时候 刘更宏突然发现 两人相处的感觉变了 他们似乎沉浸于 没有生孩子的焦虑中 都忘了从前一起快乐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了 于是 他安慰妻子说 孩子就是缘分 有孩子 那是恩赐 没有孩子 我们还有对方 或许 正是让妻子放下了压力 反而有了奇迹 2011年 王婉菲有了身孕 去产检时 医生根本不敢相信 直呼 这可以算是医学上的奇迹案例 听到这个消息后 刘更宏和王婉菲两人 抱头痛哭 那一刻所有的压力 都是放了 2011年9月 刘更宏大儿子出生 夫妻俩为其取名于恩 寓意来自宇宙的恩赐 2013年 二女儿小炮福出生 2015年老三珊珊出生 他们从二人世界 正式升级成一个 幸福的五口之家 面对三个小生命的 依次降临 刘更宏和王婉菲非常感恩 直言这就是最好的礼物 也是无与伦比的福气 随着孩子慢慢长大 夫妻俩也是越来越忙碌 刘更宏四处工作 挣钱养家 王婉菲则在家带孩子 成为一名超级妈妈 幸运的是 即便是有了三个孩子 这对夫妻俩的感情 却已如既往 甚至比从前更甜蜜了 为了让老婆 恢复从前的自信 刘更宏开始对妻子 进行魔鬼训练 除了日常监督老婆健身 甚至刘更宏在老婆生日时 送的礼物也是健身器材 她的目标 就是希望老婆 在家不能出门的时候 也可以随时健身运动 这样的结果 却是让王婉菲 恢复了从前的身材 哪怕是生了三个孩子之后 王婉菲的体能和身材 依旧很好 整个人的状态 也是充满活力 而这样的王婉菲 正是刘更宏所期望的 如今 从相识到相恋 再到一起相守 王婉菲和刘更宏 已经携手了22年 签约大陆MCN机构后 先复制公司 最成功的夫妻带货模式 但效果并不如意 疫情期间开始直播健身 孩子创了本草钢木板健子操 两个月就吸引了 超过3000万的粉丝关注 刘更宏也因此获得了出道32年以来的最大流量 但是刘更宏的强势翻红 可能除了他自己热爱健身之外 还有真正的刘更宏女孩王婉菲的亲力支持 毕竟他当初开这个直播间的最初心 其实就是为了给妻子减肢的 他曾经在直播中淡淡地说 虽然我有很多身份 歌手 健身达人 周杰伦的好友 但是我最骄傲的是做王婉菲的老公 这句话很令人感动 但是反过来想想 其实这背后是王婉菲22年来始终如一地付出换来的 他值得 那为何刘更宏能火呢 我想主要原因有以下五个 第一 刘更宏的差异化直播 他只直播 不带货 破了大众对于直播的刻板印象 让众人眼前一亮 在刘更宏的直播间 网友们不仅收获了爆汗 更收获了快乐 甚至掀起了一股全民健身的热潮 明星差异化直播一定是未来直播行业的趋势 每个人都去带货不现实 找到自己的定位再来直播才是王道 第二 背景音乐的功劳 刘更宏出圈的音乐就用了好友周杰伦的 《本草纲目》和《公共片头痛》两首歌 其中《本草纲目》更是被刘更宏带动成为短视频的热歌 而刘更宏直播间或许是除了音乐版权平台外 唯一能听周杰伦歌的地方了 不得不说刘更宏的出圈 周杰伦亦有贡献 第三 与平台机器人的几次搞笑较量 第一次 刘更宏因为不小心露出了夜谋 接到了不雅观的系统提示 被迫停播 第二次 身穿贴身背心的刘更宏 因为胸肌太大 被平台误判为打擦边球 再度被禁 第三次 刘更宏在直播间 说了一句祝杰伦身体健康 结果被系统误判涉及医疗健康 被迫下播 为了继续直播 刘更宏穿上女龙衣 这种戏剧化的处理方式 让她的健身直播快速出圈 第四 轻松搞笑的直播氛围 也是刘更宏直播的一大亮点 不同于其他健身主播 只演示专业动作很少互动的直播风格 刘更宏全家上阵的健身直播 更像是家庭日常 给人以轻松 愉悦且充满亲和力的感受 在大多数情况下 刘更宏都是以一个元气满满 但有点嘴碎的健身教练形象是人 不仅带着妻子一起训练 甚至是托上自己的岳母 像这样有亲和力的一家人一起健身 这是过往那些 只关注到专业性的健身博主 所无法做到的 而她身后的妻子王婉菲 却是一副被迫隐蔑的样子 常常在直播间划水 像极了屏幕前的我们 王婉菲在直播间的表现 与众多渴望减肥 却又不想坚持健身的 女孩的内心想法高度重合 这迅速拉近了两者之间的距离 让女孩有更强的代入感 从而更容易加入刘更宏的直播间 一起健身 第五 她对于健身事业的热爱和专业 之前 大众眼里的她是演员 是歌手 是乐队成员 但其实在台湾娱乐圈内 她一直有一个另外的身份 很多明星的健身教练 超过30年的健身经历 让她能够在直播中 分享健身心得的同时 还能帮助女孩们 通过适当健身强度有效然之 总之刘更宏的直播间 健身的门槛低而效果好 不炒作 不带货 快乐有趣 互动满满 我们的直播间能不哄吗